北台湾在落河出门都在驾河山 九三母子都要穿出来 今年上京的寒流到尾路 北部在早期还有12多的级温 方便如果是落南越暗就会越冷 在24号之前都是受到寒流南下影响 所以温度都是比较偏低一点 全台湾的温度都会开始下滑 尤其到了23号及24号的清晨 会是在最低温的情形 自礼拜开始寒流流来 国地气温越来越冷 因为花南分合区的山堆当兵 百岁国地都会落河 在头流山北台湾可能的路到10多左右 可以到寒流的標準 但是最冷的时间是百里到百里三 市区的温度冷的冷到七度到八度 控制的所在可能到五度 虽然说水汽渐渐渐较小气 到百里五温度才的回升 冷五天观山可能的路上 我们目前雪线在北部以及伊朗 还是以1000到1500公尺以上的高山为主 基本上下陷的部分的话 温度的条件其实没有下雪的温度条件 还要来得这么严格 所以其实在零度的上下 它就有机会是有下陷的情形 想要看小的人就要注意了 水汽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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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渐 但是这次冷空气就要注意 大家一定就要请保守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